大家知道当年的凯撒大帝 危险亚洲 欧洲 非洲 他打变了这些这么多的地方 最后成为凯撒大帝 他要死的之前 他跟他的下属说 请你们把我放在棺材里的时候 把我两只手放在外面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和那些自以为和我一样 很有能力能够征服世界的人 让他们知道伟大的凯撒大帝 也是走的时候两手空空 人要懂得 要把人间的缘分 要学会无牵无挂 心中要挂欲 挂欲是什么 就是欲望要越来越少 要把人间的情缘放在心里 把人间的佛情放在首位 把自己无牵挂 才能超凡成圣 希望大家好好的守住你们这颗心 我告诉你们 人实际上完全能够调节自己的情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